男人送了个披萨就被炒了鱿鱼 妻子对此十分不解 她明明才工作一周时间 难怪老板会开了她 可账单上还欠了很多钱 她想出去找份工作 洛乌直接一口拒绝 让妻子好好当家庭主妇 爱玲随即不再提起 丈夫只是眼高手低 银行又发来房租催脚通知 信用卡同时警告缴费 洛乌每次都是嘴上硬下 承诺会找到另一份工作 就在她愤怒之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洛乌是一妻子接听 对方是人寿保险的员工 由于他们还没收到付款 公司准备取消洛乌的人寿保险单 她连忙上前接听 表示已经在写支票过去 但她总是拖欠 员工不打算再给机会 直言她就是懒猪 洛乌当场绷不住了 对着员工狂喷后挂断 也就是这时 她突然想到一个妙计 要是不用死 就拿到保险金 他们就可以还清一屁股的债了 说完便拨通停释房的电话 让弟弟先放下工作 然后马上来家里一趟 等晚上比利过来后 她终于说起自己的计划 洛乌要来一次假死 25万保险金会翻倍 爱玲文言表示 这就是诈骗 被发现都要进监狱 可洛乌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想还清欠款 让比利证明自己死了 警方肯定会相信验尸官的 眼见他还摇头拒绝 洛乌将其推倒在沙发上 威胁不帮忙就告诉老妈 比利偷了她的退休金 爱玲不由感到无语 她不想靠犯罪便得有钱 洛乌却根本不听 让两人准备好行动 此时她化好了死人妆 总是忍不住挠痒痒 但妆化得太白 要更灰一点才对 她责骂妻子办事不力 随即走进房间调整 爱玲担心计划被发现 比利会负责搞定警察 她只要记住这个故事 回家发现丈夫倒在地上 临死前说有盗贼闯入 最后被她用刀刺死 然后慌忙地找小叔过来 因为她还是医生 接着会打电话报警 面对如此温柔的比利 爱玲好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一时间没法回答 认为传到桥头自然直 气氛变得暧昧起来 爱玲正想亲过去 洛乌突然走了出来 表示怎么都化不好妆 比利只能尽量让警方离远点 接着开始制造伤口 他很快弄好逼真的血液 洛乌随便将凶器扔掉 但忍不住要挠痒痒 为了避免等会漏线 他拿起一根拨火棍 事宜对着头来几下 听到这番逆天的话 爱玲直接抄起波火棍猛砸 洛乌觉得力道太轻 说气打了很多次扑克 比利再也听不下去 结果波火棍帮帮几下 他讨厌大哥欺骗爱玲 可又很快意识到 自己下手有点重了 急忙查看对方还有呼吸 证明洛乌只是晕过去了 随即拨打电话报警 此时警方询问完爱玲 本想留点人手帮忙 比利连忙提议自己处理 警官知道他是专业的 保证会尽快抓住凶手 可在运走尸体的时候 他发现弯掉的烧火棍 爱玲并没有说起这点 比利认为没什么区别 大哥都被凶手打死了 警官却想检查一下伤口 比利急忙接过波火棍 表示可以帮忙取样 警官这才愿意去弄报告 让他明天打电话通知自己 这时洛乌控制不住挠痒 爱玲直接一脚踢了过去 此时妇人哭得气不成声 警方找不到凶手 案件进入瓶颈阶段 妇人要上前看她儿子 比利连忙阻拦避免露线 他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妇人总是偏爱落屋 就连死了也是如此 比利强忍情绪说起遗愿 将要对大哥进行火化 妇人闻言冲到棺材前 不停对着儿子亲了起来 警官连忙将其拖了出去 使得两人有了相处空间 爱玲缓缓轻了上去 洛乌看着跑路出国的事 突然听到上面传来震动 疑惑比利在搞什么飞机 场面实在有些不可描述 爱玲不小心踢到开关 火化装置开始启动 两人浑然不知 洛乌感觉不太对劲 质问棺材怎么变热了 也就是这时 妇人突然冲了进来 想与儿子共存亡 警官只觉得她疯了 连忙将其拽了下来 直到棺材快进火炉 比利急忙拉下开关停止 随后喝起庆功的小酒 洛乌抑制不住兴奋 表示坐等支票到账 然后他们就飞去南美快火 爱玲反驳不行 原本计划收到支票后 洛乌弄本假护照 飞到李约热内卢整容 但比利觉得太过明显 警官肯定能反应过来 现在爱玲已经是寡妇了 应该在这里待几个月 才能飞过去找她 这些钱足够她整容 还能在等待期间消费 见她想得如此周到 洛乌迫不及待开启新生活 此时她在巴西待了一段时间 想给妻子打个电话 可刚拨通号码 对面传来留言声 服务员在旁赞叹美丽的日落 洛乌也没多想 之后几个月里 她相继打了几通电话 都是没人接听的状态 最后发现 号码被注销了 整个人压抑不住愤怒 随后坐上回国的飞机 大门打开那一刻 洛乌不由感到疑惑 质问家里发生了什么 爱玲却不解什么意思 洛乌当场浪在原地 她再傻也能反应过来 自己的保险金被吞了 眼见弟弟翻脸不认人 她就要去警察局报案 比利反手将她制服 看着家里焕然一新的样子 洛乌有些不敢置信 此时她向警方讲述来龙去脉 比利在自己胸口做了假伤口 然后签了死亡证明 就是为了取走保险金 警官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所有人都知道她死了 让手下把洛乌带去警局 此时众人来到法庭 警官在拨火棍发现了血迹 证明上面的血液是被告的 但不和凶器上的血型匹配 警官的证词提供完毕 巴西的服务员道庭确认 被告名叫史密斯 他们一起看过很多次日落 爱玲也坚称不认识对方 再加上比利的口供 她亲手为大哥做的尸检 怒斥被告就是骗子 最后妇人认出了儿子 显然她已经疯了 洛乌文言彻底崩溃 律师得出结论 他是杀害洛乌的凶手 现在为了保险金冒充身份 陪审团很快达成判决 一致认为被告有罪 洛乌急忙表示自己的身份 可一切都是徒劳的 他最终做上了电影 而爱玲和比利来到巴西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 Although you gotta admit he's never looked so juiced about his future So what do you say? Can I interest you in a policy? The benefits are great but the screamiums will kill you Well yes, we can see you in the world 洛乌文言得出道 被告时 不准备 多复 等该该不放 给 covered 这是 还得